内蒙古的地理位置非常的特殊 它是和中国其他省份 相邻最多的省级行政区 它跟哪几个省相邻呢 我们由北开始说 由北往西南方向说 第一个是黑龙江 显然就是吉林辽宁 黑吉辽一路下来 河北 山西 陕西 宁夏和甘肃 和这八个省相邻 北边呢与蒙古国和俄罗斯接着 你想想它跟两国八省相邻 这个行政区就非常的大 它是一个狭长的 跨度非常大 它东西的直线距离超过了2400公里 南北的跨度呢 大约1700公里 如果我们从黑龙江 一直到甘肃这边 如果坐陆路开车 我估计得开好几天 那么它全区的面积呢 是有118万平方公里 占全国的面积12% 多一点 分布主要有蒙古族 汉族 以及满族 回族 达沃尔族 鄂温克族等多个少数民族 这个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于1947年 它在这个五个 我们国家的五个自治区中呢 设立的是最早的 我们首先要对这个蒙古 有一个大致了解 蒙古是亚洲大陆中部的一个水草和沙漠 风光都是草原 因为不会奔着沙漠去 人家请你去就是看草原 但是今天草原破坏的很厉害 我们在电视片中都可以看到 这个蒙古啊 是一个有一段很震撼的历史 1206年在蒙古地区呢 成吉思汗呢就建立了大蒙古国 他建立大蒙古国当时的概念呢 就是一路西行 整个要拿下这个世界 蒙古人向西的扩张 我们读蒙古史的时候都应该知道 或者说读我们国家这段历史也大致有个了解 那么到了1271年啊 他是蒙古国蒙古帝国的一个黄金时期 那么他的这个成吉思汗的儿子啊 最小的儿子托雷的二儿子忽必烈 就换句话说是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呢 在这个中国地区就建立了大元帝国 他取的意思就是大灾前缘 就这个意思 定都呢 北京啊 当时称之为大都 他是在一个汉人叫刘炳忠的这个规划下 定都北京 所以北京今天留下了很多元朝的遗址 我们比如我们的白塔寺 那么忽必烈改为元朝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就是要借中华的文化 我们都很清楚这一点 就是中华文化非常强大 我们这脑袋特别好使 我们建立的这个文化 由于中华民族各民族都在使用这个文化 大家都逐渐的熟知习惯 所以在历史上一旦 其他民族统治这个国家的时候呢 他一定要向汉文化靠拢 比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清朝 满族人一直向汉文化靠拢 200多年以后 很多满族人对满族文化 反而不如对汉族文化熟知 那么元朝定都北京以后呢 他就确立了他在中国的这个元朝地位 所以我们今天称之为那个朝代叫元朝 蒙古族啊 他由于生活习惯的这个原因啊 导致他的定居意识不强 所以呢 他对占领这个疆域呢 是非常有兴趣的 所以他就不停的扩张 忽略了他的建设 所以他的享国时间呢 就比较短 以成吉思汉建立大蒙古国算起呢 到元朝灭亡呢 是162年 以忽必烈定都北京算起 不足一个世纪只有97年 后来蒙古族呢 他们又彻底消亡啊 元朝以后呢 他就退回草原 这个史称北原 北原过去在我们的史书上 基本上不怎么提 为什么呢 觉得那一段历史啊 就那一段历史 蒙古人和汉人冲突的这段历史 对明朝人呢 是刻骨铭心的 所以他就不提北原 明清时期呢 这个蒙古地区呢 一直是分分合合啊 明代的时候呢 他分为呢 三大块啊 一个是达达 一个是瓦拉 一个是乌兰哈 三步 清代的时候呢 是按地理位置 比如墨南呢 蒙古呢 是查哈尔蒙古 墨西蒙古呢 是准嘎尔蒙古 墨北蒙古呢 就是克尔克蒙古 墨南和墨北的蒙古呢 在康熙年间呢 就归附了大清 墨西蒙古呢 在乾隆22年被大清征服 1911年民国革命以后呢 蒙古的诸部呢 这里就发生了一些分裂 其中有一部分呢 是清俄 清俄罗斯帝国 有主张呢 独立的 也有主张呢 留在中华民国之内 那么这个事情 反复了多次啊 所以呢 最终有一部分呢 在1944年呢 就并入了前苏联 有一部分呢 就成立了今天的蒙古国 剩下这一部分 就是我们国家的内蒙古 那么墨北蒙古呢 就是现在的这个蒙古国 这个墨南蒙古呢 就是现在我们的内蒙古 内蒙古在这个当时民国的统治下呢 它那个分的比较多 因为我们刚才讲了 它是一个非常狭长的 它是由北边 由紧北边黑龙江 它叫兴安省 大兴安岭 小兴安岭 热河省 查哈尔省 隋远省 宁夏省 所以这一路 由东北方向西南方 不是西南方 西北方 这个迈进 47年的时候呢 就设立了这个内蒙古自治区 元代啊 蒙古族跟汉族的 这个融合的非常好 比如我们知道的 中国的文学形式 唐诗 宋词 元曲 元曲非常的世俗化 唐诗呢 他非常精神 你看唐诗里 他大量的时候表现他的精神境界 而到这个宋词的时候 他就开始出现情节 但是到了元曲 他连剧情都出现了 有的元曲是在完整的讲一个故事 那么由于元朝的这个世俗文化呢 这个非常普及啊 不光是有元曲 还有我们的元杂剧 那么说书 我们的四大名著中 除《红楼梦》以外啊 西游 三国水浒呢 都是在元末明初逐渐成型的 比如我们的瓷器 我们的瓷器 在元以前 都是基本上啊 都是以颜色作为表现形式 你比如景德镇的词 影青 是带有这种 幽幽的蓝色 月瑶是绿色 这个定瑶是白色 它都是颜色 作为它的最主要的表现手段 尽管宋代这个瓷周遥已经有了这种绘画 但是它不是主流 到了元代 元清花 一下就异军突起 就占领了中国陶瓷后来的半壁江山 它曾经是全部江山啊 曾经有一段时间彩词 这个占的比例非常低 到了清代以后 由于西方的文化进来 我们的彩词的比例 才逐渐的升高 那比如北京啊 北京留下了很多 元代的这个文化痕迹 比如语言 胡同 胡同 这个一说是蒙古话 是水井的意思 因为过去啊 北京的每一条胡同里都有水井 没有水井就没有水呀 这个不是很久远的事情 就在我这个年龄的人 小时候胡同里都还有井呢 很多人都是从井里提水 比如海子 你比如北京吧 北京的湖泊经常叫海 它就源于蒙古文化的海子 我们大家都熟知的中南海 中南海实际上是南海 从南边算起南海 中海 北海 后海 石沙海 它都是海子 就是湖泊 这都是跟蒙古文化 有关联的 那么它留下最为显眼的证据是什么呢 就是北京的白塔 北京有俩白塔 一个是妙英寺的白塔 就是我们所说的白塔寺 俗称白塔寺 一个就是北海公园的白塔 这俩白塔中间隔着一明朝 北海公园的白塔是建于清初顺治年间 而妙云寺的这个白塔呢 是元朝建设的 谁下的令呢 忽必烈 忽必烈下令 尼泊尔的工匠 阿尼哥的主持 盖了这个白塔 经过八年的设计和施工 这个体量非常大 这个据说是今天中国现有的最早的规模最大的喇嘛塔 当年的白塔里还陈设了很多佛像 比如有真人等身大小的这个溜金的佛像 我都见过 文革的时候呢 被挪走差一点 给画了铜 那么 我小时候啊 这个白塔 两个白塔之间是非常容易观望的 今天呢 由于建设了很多楼啊 会有遮挡 就基本上看不见了 小时候从 白塔寺这个白塔 看到北海的那个白塔 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 北海的白塔呢 地势更高一点 这个白塔寺的白塔 体量更大一些 我都到出版社当编辑的时候呢 我每天早晨 由西向东 都要经过这两个白塔 今天回想起来呢 真的恍如隔世 元朝啊 元朝灭了以后 明朝呢 对元朝是存有极大的戒心的 对免 尤其对北援啊 尤其瓦剌军又把正统皇帝给掳了去 所以呢 明朝一直对北援呢 存有极强的戒心 那么到了清朝啊 清朝呢 满族人呢 跟蒙古人比较容易 跟蒙古族比较容易沟通 那么 清朝的皇帝呢 跟蒙古啊 一直是好 比如我们北京有几些 有一些遗址 今天在这个故宫的东北面啊 有松柱寺和智珠寺 当时这个寺院啊 是三大寺啊 它的东侧呢 是法渊寺啊 那么松柱寺呢 是明代呢 这个藩经厂和汉经厂的一个遗址 清朝雍正年间啊 开始为他创建 是为谁创建的呢 就为蒙古的这个活佛啊 张家糊涂克徒 给他所建 那么智珠寺也是 智珠寺的据现在的文献记载呢 是它建立于乾隆年间 乾隆年比这个松柱寺要晚一些 它有很多建筑上的构建 包括当年 画的那个枣景 都是当年的这个文物 我去看过啊 前些年 这个还没修缮的时候 我去看过 现在修缮得非常漂亮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 看到这个就是蒙古族啊 他度过了元朝以后啊 尤其到了清朝 他还是跟这个中央政府 保持了良好的一个关系 蒙古族啊 是个非常豪放的民族 他是地域决定的 能歌善舞 过去说这是一个音乐民族啊 诗歌民族啊 他有一些很独特的表现方式 比如他的长调 呼迈 马头琴 这些都被列为了 这个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长调 就是你听的时候 得有心理准备 就是如果你把心理的 调整得很好 听的时候 你会热泪盈狂 这个他的节奏啊 比较悠长 他不像 你像黑人的那个音乐啊 都是乱说的 还拼了命的说 他不是 他西字如今 这一个字且唱了 在那个时候紧着导着说话 他是长长的拖音 所以叫长调 唱起来非常奔放 据评论家说 唱起来豪放不羁 一泻千里 是这种文学的描述 那么他唱起来呢 他主要表现的内容是什么呢 都是草原啊 骏马啊 骆驼啊 牛羊啊 蓝天啊 白云啊 江河啊 湖泊啊 都是这种大的场面 他不去表现那种 鸡灵狗碎的东西 他都是要这种大场景 所以你听他这种 在欧哥这种生命的时候 诉说爱情的时候 那种感觉啊 你要知道 这是蒙古民族 发自内心的一种感受 还有一种表现形式 是呼迈 有些年有一个朋友叫我 说我带你去参加 一个特好玩的事 我说什么事 他说有人唱呼迈 咱们去听听 然后我就说 什么是呼迈啊 不懂啊 他说呼迈 我也不懂 说咱到那去看看 我们就去了 去了以后呢 那还是在一家餐厅 那餐厅当时呢 我们下午四点多钟去了 还没有人 几个蒙古歌手就在那 他说就是说 他们来一会唱呼迈 我呢就不知道 呼迈是什么意思 我一开始以为啊 是你拿一麦克风 怎么在那上面呼迈呢 我闹了半天 他是内心从胸腔里 发出一种声音 据说啊 因为我不是搞音乐 我这耳朵也没那么灵啊 据说一个人同时 能出两个声部 所以我觉得特新鲜 他唱的时候呢 我就听见他喉咙里 咕咕咕咕就开始出声 因为我呢 不是太懂啊 按照音乐评论家啊 形容 他说他神 他是什么呢 说他高音的时候 高如这个灯苍穹之巅 低如下汉海之地 宽如大地之巅 就是他的音域高低宽广 我听的时候啊 就是寒毛都立起来了 因为当时 这个龙骨族的歌手 给你唱歌那叫认真 他不因为你就俩人 他不给你认真唱 不是他非常的认真 旁边还有人拉着马头琴 那种感受 我们对马头琴了解呢 就是低沉悠扬 我见过马头琴的这个旗奏 还有几十个这个琴师啊 全是叉着腿 拿腿叉开了 拉拉拉拉 特别热血沸腾 我记得我小时候啊 就是喜欢蒙古歌 因为蒙古歌呢 他除了叙事啊 很大程度上呢 就是他那个调子 是容易你跟上的 你能够学 现在的歌我们都不行 现在的唱歌的音乐 都太复杂 他好像也不太想让你唱 他只想让你听 像我们这种人呢 也就没机会听了 比如呢 我会唱一首歌 这歌呢 是我小时候会的 所以到现在还能哼两句 就是嘎达梅林 嘎达梅林是 这个蒙古族的一个 长篇叙事名歌 他说的是这个 蒙古的这个东部 哲里木蒙 有一个蒙古英雄 叫嘎达梅林 嘎达是英雄的名字 梅林呢 是一个很 很小的一个官位 他率领呢 这个百姓 反抗王爷 反抗 反动这个军法的一个 斗争的这么一个故事 全诗很长 据说这个 唱的就是中间很小的一段 我试着唱一句 我看看我能不能回忆起来 我小时候的这个感觉 没有音乐 唱起来比较干 因为唱歌的人不都先喊一声 是music 南方飞来的小红颜 阿不落长江 不亚不齐飞 要说起的嘎达梅林 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 南方飞来的小红颜 南方飞来的小红颜 那不落长江 不亚不齐飞 要说起的嘎达梅林 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 我二十几岁的时候 因为做文学编辑 内蒙古有很多作者 我们去内蒙古 人家招待我们 去的时候不知厉害 第一年轻能吃能喝 什么都敢 所以去了以后呢 在蒙古包里 请你喝酒 额挤 请你喝马奶酒 你可以不喝 但是你要喝一杯 就必须喝醉 不喝醉你过不去 我不知道 不知道这个厉害 就是那喝酒啊 可不是拿这个喝 拿这么大的碗 一碗下去 哎呦 感觉这个味道很不错 感觉很舒适 额挤马上又给你一碗 又喝一碗 又给一碗 如果你不接的话 他就是跪在你面前唱歌 非得让你喝 那天是什么结局呢 所有喝酒的人 晚上吃晚饭 第一个醒来的人 是第二天晚上了 谁喝多了 夏天 拉着你 直接就出去 往草地上一扔 没人管你 也没狼 直接往外一扔 让这屋里 剩人还喝 谁喝多了 拉出去 醒酒去 给扔到外头 就是那种一种性格 你们知道吗 这马奶酒啊 它是这个蒙古民族啊 一个特有的一种饮料 据说啊 它有驱寒 输金活血 建卫等等 各种功效 被称为啊 元玉江 是蒙古八珍之一 过去都是元朝的这个宫廷 蒙古贵族享用的这个主要饮料 这马奶酒啊 它有酿造的方法呀 它虽然是一种 但是它可以越酿造越精 它就所谓的六蒸六酿 才成为马奶酒的那种上品 明朝有个人叫肖大亨 他呢写过北鲁风俗 就提到过这个马奶酒的六蒸六酿啊 他说这个马奶酒呢 这个碗就是 如果你经过六蒸六酿 它出来就碗如清水了 可我当年喝的那个 确实不是清的 就是和奶一样的啊 是不透明的 那么蒙古族的传统的这个酿酒方式呢 他这个 他酿出来这种马奶酒呢 他酒力呢不大 他主要是度数不高啊 但是他反复的这么 蒸酿蒸酿的 是一次比一次提高酒度 据说最后啊 最后六蒸六酿以后 可能达到近三十度 那就非常高了 我们现在的低度酒都是三四十度嘛 马奶酒啊 它的最初酿造出来的那种 喝起来非常容易入口的 大概酒精度就三四度 跟啤酒差不多 你看我们啤酒上老写一十二度吧 那十二度不是酒精度 是麦芽度啊 是麦芽汁的这个比例 啤酒的酒精度一般都在三四度 这个比较高的呢 据说德国比较高 能达到这个五六度啊 甚至达到九度 一般来说 四瓶啤酒下几 相当于小半斤白酒了 这你可以算出来吗 它的酒精度 所以呢 喝啤酒依然会醉 那喝马奶酒呢 那肯定会醉 只不过他醉的那个速度特别慢 这个上头特别慢 就是我记得喝了很多以后 感觉就不行了 就看晕晕乎乎晕乎乎 这个最后就扛不住了 就不省人事了 不省人事了以后呢 就达到了目的 你到那蒙古去喝酒的时候 一定要知道 要不然就是今天啊 大家自己喝 如果你跟蒙古民族的 尤其俄己老奶奶去喝酒 他要敬你酒 你不好意思是不喝的 所以一定要以醉 作为这个喝酒的结束 我们当年去草原呢 最感兴趣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其实是蒙古马 因为比较高大的马 我们都不敢 不太敢骑 就敢骑蒙古马 蒙古马都比较矮小 而且呢 特别温顺 就是觉得这马可能随便骑 所以我去那蒙古的时候呢 觉得在草原上骑马 尽管那个我们这个个都比较大 骑那马上没觉得有多高 但是那个马骑起来还是很舒服的 尤其在草原上 草原上这个地都没那么硬 所以它不颠 蒙古马呢 是在中国的三大名马里呢 是最有耐力的 我前两年还看过一个 蒙古草原的一个马的比赛 马拉松的比赛 所有的羊马 不管是多么牛的马 最后都输在在长途跋涉中 它好像是跑一百多公里 还是一百多里 最后一开始跑在前面的马 最后都没有跑过蒙古马 就是它耐力极好 蒙古马呢 按照一般的说法是耐粗食 还可以呢 耐机 什么叫耐机呢 就跟骆驼似的 耐机嘛 所以蒙古大军呢 当时崔库拉朽一路西行的时候呢 他占了马的便宜 首先是蒙古马的耐力 耐粗食 什么都吃 然后呢 又有极好的蒙古大军 当时又有极好的军事制度 一人四马 就是马得一些 人可以不得一些 所以他可以日夜兼程 当时欧洲人 算蒙古大军的速度 永远算不过来 就说他怎么永远比算的快那么多呢 就是因为马是不停的歇息的 人可以不停的换马 他不是一人配一马 一人配一马 他就要需要停下来 还需要很多资重 蒙古马什么草都可以吃 再加上呢 蒙古大军的马呢 更多的是母马 母马可以有马奶 他就保证了 这个营养的一个供给 减轻了军队对食物的依赖 所以他的机动性就非常强 我们去内蒙古的时候 骑上马在草原上走一圈 感觉非常好 虽然那照片照回来 你看着不够那么神气 不够你骑今天的这个 马术比赛 那马那马都超漂亮 但是从耐力上讲 我们的蒙古马 为当年的蒙古人 立下过汉马功劳 可惜的是什么 是今天的草原上都骑摩托了 我们用了五级时间 说了我们国家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 先说的新疆 其次是西藏 说了广西 说了宁夏 最后说的内蒙古 我们是个多民族的国家 多民族的国家 对我们这个国家的强壮 是非常重要的 这五个地区都地处祖国的 大部分都地处祖国的边境 比如内蒙古 它会跟俄罗斯和蒙古国接壤 新疆 西藏和广西 都有跟其他国家接壤的地方 这五个自治区是国家最重要的领土 不可或缺 谢谢